一輛卡車裝了好幾大箱 進入社區 拉近鏡頭一看 上頭裝了全是滿滿的書 工人卸貨進去 一旁戴著帽子引導的 就是這次的縱火嫌犯陳敬煌 原來他拒絕點椒要放火 是早有預謀 那你知道這樣燒房 只會影響到社區很多人嗎 我有提出警告 所以如果不繼續站起來 遭警方帶回後才發現 原來他是一名出版界的名人 時間回溯到民國82年 當時他代理出版性教育系列書籍 被認定是情色書刊 遭北市府查禁 後來也面前申請釋憲 法院最後判他獲得國賠 我個人而言 這是一個遲來的爭議 那我覺得這一個判決 最重要是一個民族法制 落實的一個很好的判例 接著他生意越做越大 在中和板橋等地 砸錢買下好幾處上百坪辦公室 一百零二連卻因為低價搶標 雙北市圖書館的圖書採購權 跳票疑似欠下千萬債務 房屋陸續遭到法拍 習日的出版大亨現今落魄撩倒 在中和遭法拍的房屋 鐵門申索還迟迟不肯點焦 板橋辦公室卻自己放火燒成灰燼 房子沒了多年苦心經營的心血 跟著複製一句 記者楊中學主觀展新北市報導 12月28日起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讓愛飛揚